国家警报声大作 瞬间一片漆黑 现在停电了 高雄市新达电厂的操作异常 引发民怨 想不到四天后 相同的电厂相似的理由 跳电意外再度发生 跳电它绝对是一个意外 但是当意外之后 有没有很快速反应的资源 能够快速补足原本的缺口 连续两次大跳电 一开始引发全台供电不足的社会疑虑 但很多专家认为并非如此 而是电力系统的调度不当 目前台湾碰到的停电问题 都不是因为电力不够 而是因为我们的设施老旧 我们的调度有问题 然后我们没有有效地去管理我们的电网 所以只要一个变压器出状况 一个电塔出状况 结果我们就大停电了 停电未必就是缺电 国内目前的煤电 气电 核电 光电 风电 加上水力 地热和升职能的发电 这些电力都由电网串联 光靠人力调度 百密总有一书 于是要确保电力稳定 智慧电网扮演关键角色 澎湖南方的冬极雨 在2013年大量新建光电板 但再生能源的间接性 经常导致发电机跳电 状况连连 迟到2016年引进微电网 我们现在这个微电网的概念是 在那个区域 是不是也许它不要只是一个发电机 它就再给它一些再生能源的设备 在那边让它形成一个电网的概念 支持它在那边可以独立的运作 所以独立岛屿的微电网 我们大概是这样设置 全世界各国都在使用 所谓的微型电网的部分 把电力分散掉 电脑精密计算下 光电成了稳定绿能 于是冬极雨的微电网 不但应用在台湾本岛 还提升AI层次 2021年4月开始 公园院建设了全台唯一的虚拟电厂技术 可以整合各县市不同的电力资源 大幅提升电网弹性 过去微电网 它所有的设施 它可能都必须要在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区域 但是我们现在开发的虚拟电厂技术 比如说我在台北的太阳光电 加上我在高雄的初能 加上我在台中的风力发电 我可以透过虚拟电厂技术 把这些资源做个会合者 然后提供电网服务 优质的电力系统 落实在自家大楼内 六日立假日 因为有多余的太阳能光电 多余的太阳能光电 转换成冰块储存 在我们后面这个储存槽里面 那等到平日上班的时间 再利用这个管线 把冰块输送到现场的空调 让同人使用 节能很简单 未来的用电习惯将会改变 这是我们所打造的一个 未来的绿能住宅 那之后我们在屋里上面 都会有一些太阳光电板 那我们自己住家的电 就是自发自用的 那假设我有过多的电力 我就储存在我的电池里面 当有必要的时候 我就放出来使用 那外来我们的交通工具 就是使用电动车 所以我们多余的电 也可以对我们电动车 来做一个充电使用 每当碰到电力问题 很多人误以为盖电厂就有用 这和减碳的国际潮流 背道而驰 其实智慧电网和节能行动 才是缺电解套的最好方法 啊 那就请不吝点赞 这还请不吝点赞 走 这就很好